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连接查询中的外连接 那么既然有外连接的存在 是不是也有类连接的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连接查询中的确是有类连接的概念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上次课的 我们来介绍等值连接的哈 首先从多表中查询数据 然后根据一个等值条件 EMP表的DPTLUMBER和DPT表的DPTLUMBER 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呢 我们就就是类连接哈 我可以把它呢,用类连接的语法专门写一下 fromEMP,innerJoin,DPT,on,EMP的DPTLUMBER 等于DPT表的DPTLUMBER 好的 诶,你会发现哈 你会发现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实际上哈,上面这句话就是类连接的另外一种写法 这里是类连接的两种写法 一种呢,我直接from两张表 多表连接查询嘛 然后根据where条件 当然这里是等值条件 来进行筛选数据 那么底下呢,则是用类连接的语法 innerJoin A表,innerJoin B表,on就是条件 它们用什么条件连接在一起呢 这个就是innerJoin,类连接的语法 那么接下来哈,还要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两张表互联的时候哈 是可以给表取别名的 比方说EMP控格E DPT控格D 别名随便取 但是一旦我们给表取了别名之后 那就是EMP.DPTLUMBER也要改成1.DPTLUMBER DPT.DPTLUMBER就要改成D.DPTLUMBER 好的 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信号 我只需要E点ELEM 好 D点DLUMBER 也就获取员工名和他们所属的部门名字 我可以把信号改 你会改一下哈 信号改成1.ELEM和D点DLUMBER 也就意味着 我这里也是用的表的别名 代表我要得到的是 E表中的ELEM列和D表中的DLUM列 好 这个就是内连接的语法 那么在讲解完内连接的语法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外连接 如果说内连接是INNER JOIN 那么外连接就是OUTER JOIN OUTER JOIN INNER JOIN跟OUTER JOIN 好 那么外连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内连接的语法改成外连接 那么首先改成OUTER JOIN 那么外连接呢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左外连接 一个是右外连接 右边的右哈 左边的左和右边的右 如果用语法来区分就是 LEFT OUTER JOIN LEFT OUTER JOIN LEFT OUTER JOIN 哦 条件还是这个没有变化哈 我们执行一下看什么效果 还是14条记录哈 那么问题来了 左外连接跟内连接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我怎么感觉跟INNER JOIN的效果差不多呢 他们肯定是有区别的 不然不会有外连接这种说法 只不过呢 这个例子很难显示出 外连接跟内连接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们换一个例子哈 这个例子就是 查询所有部门的部门名和属于这些部门的员工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所有的部门有哪些呢 有10 20 30和44个部门 那么EMP表那14条记录 它的部门数好像只出现了10 20 30 没有出现40 那现在我们要查询部门名 好给个别名E 那么他们的条件是D点 DEPTLUMBER等价于1点 DEPTLUMBER请注意我们刚才分析的数据哈 DEPT表是有四个部门的 但是在EMP表中的部门却只有三个 另外一个部门没有任何员工 如果现在我们这种做法是什么结果呢 14条记录 14条记录是没错的 DELAMM DELAMM只出现了三条记录 这样不对呀 DELAMM明明是有四条记录哈 那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这种Joying 我没有写InnerJoying 实际上也是内连接 内连接是可以省略 InnerJoying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使用了左外 看一下 现在出现了15条记录 第15条记录是部门名叫Operations 但是没有任何的员工 好 这个就是左外连接 左外连接 左外是指左边这张表 Joying的左边这张表就是DEPT 左外连接是什么意思呢 DEPT表连接上了EMP表 然后用的也是等值条件 DEPTLAMM和 DEPT表的DEPTLAMM和 EMP表的DEPTLAMM的 只要相等 但是 所谓的左外连接是指 首先满足这个等值条件的 所有记录会出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左边这张表 就是DEPT表中 剩下的 没有找到匹配记录的信息 也得出来 那么它对应的第二张表的信息呢 只为Now 这个就是 左外连接 所谓的左外连接 就是首先两张表的匹配记录要全部出来 接下来左边这张表 剩下的记录 也要全部出来 如果没有剩下记录 当然就不会出现 那么右外连接呢 跟左外正好相反 首先是两张表的匹配记录要出来 其次是 右边就是Joying右边这张表的 全部剩下的信息 也要出来 这个就是左外和右外连接 合起来构成 外连接 当然 外连接除了左外和右外 还有一种叫做全外 全外是什么呢 左外跟右外的一个叠加 如果说 左外出现匹配记录 再加上左边那张表剩下的记录 那么右边对应的是只为Now的 那么右外是指匹配记录出现 然后右边这张表剩下的记录全部出现 那么全外就是 首先会出现匹配记录 然后呢 左边这张表剩下的记录会出来 对应右边这张表的记录肯定是只为Now 再加上右边这张表剩下的记录 当然它对应的左边这张表的这个记录肯定是空嘛 也会全部出来 这个就是全外连接 执行一下看看 当然这里执行的效果跟左外差不多 是因为右边这张表 EMP表的记录全部出来了 没有剩余的信息了 这个就是全外连接 好的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介绍完毕了整个外连接 外连接的话呢 首先它是跟内连接 对应上的内连接呢 对应上的内连接呢是 内连接呢是内连接 两种写法 一种是内连接 一种呢干脆就是from后面跟多张表 然后加上卫尔子句 卫尔子句就行了 那么除了内连接 那么除了内连接之外 还有就是外连接 外连接其实分三种 分别是left outer join 和right outer join 就是右外 以及全外 for outer join 好 左外连接 右外连接 和全外连接 那么连接之后 on之后 on子句之后 跟的都是连接的条件 左外连接就是两张表的匹配记录 就是内连接所匹配的记录一定会出来 再加上左边这张表剩下的记录 右外连接呢 就是匹配记录之后 还有右边这张表剩下的记录 全外连接呢 就他们所有的记录都会出来 先是匹配的 再是不匹配的 就会包括neft outer join 和right outer join的记录的集合 好 这个就是外连接 说到连接查询哈 还有一点 连接查询呢 不光只连接两张表 它实际上是可以连接n张表的哈 连接查询是可以连接n张表的 那么连接n张表 我该怎么做呢 现在 如果 我from的是enp1表 dpt表 d表还有三呢 grade s三张表 那请记住 我要么就是 where 1点 dpt number 等于d点 dpt number 这是连接条件 and 记住 还有 还有一个and 还有一个连接条件 比方说 比方说1点 比方说1点 scenery between between s点 lower scenery and s点 high high scenery highscenery 也就是说我是三张表的连接哈 但实际上呢是用到了两个比较条件 分别是enp的dpt number跟d点dpt表的dpt number相等 以及enp的salary是在salary grade就是工资级别表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的氛围区间之内 是这样子的两个条件 好 这个呢就是n张表的连接 n张表的连接呢 基本上都是需要n-1个连接条件的 当然如果我要把它改成join on的形式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join dmp表d on 这个 接下来 继续join 再继续 on 好的 这就是我把刚才的cnack的singfrom三张表 好 然后根据well后面跟两个条件 改成了两次join 两次join on 这就是三张表的join on 请注意 这只是换了一种写法而已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这个外连接哈 就已经讲解完毕了 其实不管是迪卡尔基还是等值连接非等值连接还是外连接 都是连接查询的一种 连接查询的一种 所谓的连接查询就是多表连接查询我所需要的记录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呢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课再见